首先我们说这架飞机一定已经不在空中了 因为它的油料绝对不可能在空中耗这么长的时间 所以就是在地面或者是海中 为什么说在地面呢 如果飞机是平安的迫降了 它应该是在跑道上 如果是迫降 也就是在一般的迫降 比如说是在地面上 那么如果它即使是坠毁 它也是在表面 它不会进入泥土里面 所以它应该是在地面上 那么这种可能性呢 就是已经基本上很小很渺茫 因为各个国家都没有说发现这样一个飞机进入自己的国境 也没有人发现就是这样的飞机解体 那么最大的可能是在海里 为什么说在海里不在海面上呢 因为飞机它即使入海之后 也就是在水面上停不了太长的时间 它就要沉入海底 那么况且这架飞机很有可能是坠入海中的 所以它现在大家进行这样的搜索之后 如果没有发现任何的蛛丝马迹 说明这架飞机可能没有解体 而是进入了海里 才会出现 没有这种座椅啊 或者漂浮物啊 出现 也没有油雾的出现 说明它在海里面的可能性是最大的 所以曹老师这个观点我也非常同意 我想 现在 这个整体 情况坠入的可能性 应该说是比较大 您觉得是飞机整体的 对 相对整体 没有解体是这意思吗 解体的可能性也有 但是我 跟曹老师的意见 基本一致 可能性比较大的应该还是 相对的 这个整体 坠入的可能性比较大 嗯 嗯